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五百六十集 这是什么手 没有停顿 在拿出永夜伞后 白小春直接就取出了无数的俘虏 全部贴在了身上 他此刻脑海里一片空白 唯独存在的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拖延时间 就在这永夜伞被撑开的刹那 巨像惊贴 红尘女的掌翼木然而来 直接就落在了永夜伞上 轰鸣中 这把永夜伞 发出仿佛无法承受的咔咔的声音 伞身直接出现了碎吏 就连那鬼脸仿佛也都惨叫起来 伞柄更是出现了裂缝 整个永夜伞似要被拍折 巨像中 刺伞倒卷 白小春喷出鲜血 来不及心痛 立即将伞收起 身体后退时 那些俘虏随即被他激发 猛然间就形成了惊人的光幕 这光幕的厚度之大 似乎这地宫都无法容纳 直接扩散四方 与红尘女的掌翼 骤然间碰到了一起 符路一张张急速的崩溃 光幕也骤然的层层碎灭 红尘女的掌翼 也在飞速的暗淡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当最后一张符路崩溃后 红尘女的掌翼 已缩小暗淡到了极致 落在了白小春的身上后 白小春是喷着鲜血倒腿开来 体内神徐丹热浪一扫 伤势顿时恢复 这一切看似简单 可实际上 以那些俘虏的价值 换了白礼也都会心痛 这完全是用钱来堆积的一次抵抗 白小春面色苍白如指 身体骤然后退 展开全速要去绕圈拖延时间 口中也不闲着 怒吼不断 红尘小贱人 你白爷爷不好杀吧 你给白爷爷等着哈 等我半身那一天 我要找你报仇 该死 红尘女 这一次是真的怒急了 她几次出手 居然都无法击杀白小春 眼看这四周的传送 明显的又运转了不少 红尘女目中杀意弥漫 体内红物猛然间爆开 竟形成了一大片红色的风暴 直接的扩散四方向着四周墙壁的那些小孔钻去 刹那间竟堵住了这些小孔 哪怕这些小孔内的红物正在急速消散 可对于红尘女来说 她要的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只要将这些让她越发心惊的射光堵住 她才可以收回更多的修为 去灭了这次打不死的白小春 而且她也早就看出这射光对白小春的影响微不足道 可偏偏对自己杀伤力不小 也自然明白了自己中了白小春的诡计 那被白小春抹去的蚊子一定有关键的提示 此刻在堵住这些小孔的瞬间 红尘女双眼闪动 向白小春那里猛的一步走去 脚步落下时 她四周的虚无轰然凹陷 随着凹陷仿佛划作了一张森森大口 欲要吞天势地 一股巨大的犀利传出 使得白小春身体无法自控 直奔着大口而来 白小春魂飞魄散 尖叫中他双手猛的掐举 向着那森森大口一指 水泽 这话语一出 整个地宫的大地猛然间扭曲起来 出现了无数的水气 飞速的就形成了一片水泽 更是在这水泽内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气息 这气息充满了远古 在散开时仿佛影响了这里的时空 使得这片水泽之地如同化作了远古大地 红尘女目光猛的一缩 就在这时候 白小春的声音再一次疯狂的传来 国度 白小春已经拼命了 随着他话语回荡 顿时一根根如山峰般的利刺 从水泽的地面猛的钻出 冲天而起 直奔红尘女儿来 与此同时 白小春咬牙之下 身体一跃飞起 大吼了一声 神山绝 轰鸣节 他的身体在这一刹那 直接化作了十丈高的石人 随着水泽国度的利刺 向着红尘女直接杀来 水泽国度一出 红尘女也目露其忙 可很快就冷笑了一声 挺玄妙的术法 不知这是哪个曾的守护神兽 可惜你还无法将其召唤出来 不过你也没机会了 我就先灭此兽 再杀你 花雨节 红尘女右手抬起 掐绝节 竟有血色的雾气 从他手中爆发出来 这雾气眨眼间 就化作了一把红色的长枪 被他一把抓在手中 并非刺向来临的山峰飓风 而是向着地面 水泽那里狠狠的一刺过去 轰鸣之声滔天而起 那红色的长枪 居然直接穿透了水泽地面 似乎穿梭了虚无与空间 竟出现在水泽下的世界里 化作了一杆惊天之枪 竟是攻向那水泽国渡内 白小纯也都看不到样子的凶手而去 一声愤怒的嘶吼 猛然间从水泽内传出 红明节 红尘女的红色长枪 寸寸碎裂 直接崩溃 连同他竖法形成的三三大口 此刻也都如被撕裂 成为碎片的同时 那地面的水泽内竟有五座比历次 山峰更惊天动地的飓风 轰然而出 那五座飓风并非直立 而是弯曲 仔细一看 那根本就不是山峰 而是巨兽之爪 只不过太大了 仅仅是指甲 就堪比山峰一样 似被红尘女的举动惹怒 居然要从那水泽国度内伸出 可白小春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支撑 在那爪子要冲出的刹那 白小春喷出鲜血 残叫了一声 体内的修为雨升级 差点被抽空 他清晰地感受到 就算自己吸成了人杆 也不够那爪子伸出所用 吓得他不得不结束束法 使得水泽国度消散开来 红尘女面色俱变 身体一晃 两强的退后几步 神色内露出吃惊与骇然 这是什么手 白小春一样的面色苍白 他知道自己的水泽国度很厉害 可却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 只是一想到这巨兽 厉害的差点一爪子 就将自己生命吸干后 白小春也都哆嗦了一下 他很担心哪一天一不小心 自己在施展水泽国度的时候 小命被吸霉了 他更郁闷的是 这红尘女吃饱了撑的 居然要对那巨兽出手 这不是疯了吗 若是好好的去打那历次山峰 自己不但不会有事 甚至那历次还可以帮着自己阻挡一下红尘女 更可配合自己的人山爵 可言下水泽国度没了 白小春化作的十掌十人 进退两难 就在这时 这四周墙壁上 那无数的小孔内的红雾 此刻也都消失 一道道的射光急速而出 由不少直奔红尘女而来 言堪如此 咬牙之下 白小春怒吼了一声 知道人山爵时间有限 此刻如同一颗陨石 向着红尘女 轰然的砸去 红尘女 也从巨兽带来的震撼中恢复过来 眼看四周 射光临近 他内心恼怒 若非是这些射光 他要击杀白小春 岂能如此麻烦 这些射光诡异 他身上的红点越来越刺痛 必须要时刻去压制 一旦松缓 怕是会留下无法逆转的后患 而且这白小春皮操肉厚的同时 身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少 竟能坚持到现在 红尘女冷笑一声 看向白小春时 他目中杀鸡在起 没多少时间了 红尘女猛的深吸口气 竟在这个遗述 放弃了去压制体内的红点 甚至都放弃了维持红雾 右手抬起后 掐绝戒 他的手中红雾凝聚 竟再次形成了一把红色的长枪 猛的一甩直奔白小春 这一枪才是他真正的天人之威 就在他施展红色长枪的瞬间 白小春在半空中 他的手上 此刻赫然出现了一支剑 那是炼灵十一次的火魂剑 在剑身显露的瞬间 他以身体威攻 以手臂威胁 狠狠的将此剑 向这红尘女用了全力猛的扔出 这支火魂剑掀起阵阵的破空之声 其上金文刺目惊心 眨眼间就与那红色长枪碰到了一起 这一刻比方才还有强烈的轰鸣 阵天回荡 红色长枪气势如虎 原本火魂剑无法阻挡 可在这一刻 白小春毫不迟疑的 大吼了一声 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